妹妹好,姐姐来了,我是惠若琪 怎么样在自己无助的时候拉自己一把 能够让自己自信起来 我觉得在发现自己有无助的感觉的时候 要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给自己做一个计划,设一些小目标 让自己不断能达成这些小目标,不断进步 这样子小小的成就感会帮助你的自信一点点长回来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伤害别人 在自己情绪波动很大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些独处的空间 让自己无论是通过音乐的方式还是运动的方式释放出来 当然如果你能够找到很要好的小伙伴和你的长辈多去交交心 我觉得也会帮助很大的 朋友很多,可是为什么我还会感觉很孤单 我觉得平时一起玩玩闹闹打打笑笑的这些朋友固然是很多的 但是真正的朋友和知己其实是数量不多的 这些非常要好的朋友愿意跟你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 也愿意与你交心 你也会更愿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他们也会经常给你泼泼冷水 给你提提意见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心的朋友